一問你還是要照著這個事實的揭露吧 你太委屈喔 在記者會上我承諾我那時候是 有一點點小小的委屈與憤怒啦 所以其實在看到說 就是記者一直不停的想要繼續 把我跟林志堅去連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直要想要回應說 我不是林志堅 但是問題是我也沒有辦法控制媒體 在我身上家住的這些封號啊 他們想要叫我承諾我也沒有辦法 對 其實因為我說 因為在我的世界裡面 或我的... 那沒有疑問 你還是要照著這個事實的揭露吧 如果真有疑問的話 如果真有疑問的話 你在... 我到這幾年 尤其這幾年我一直強調我世界節目 我甚至還請一個專家到那個危機獎項 然後畢業的 然後他又去資深會 資深會 讓他出國練博士嗎 我要回來 你... 對 其實昨天我的發言是被 一些綠營的網友 還有林靜陽政治人物截取 段障取 因為如果你去看那個發言本身的話 其實他後面我... 我那時候講的意思是說 呃... 因為大家在記者會之前其實提問 就已經有問到說 他們覺得我跟林之間是一樣的 那... 你覺得就委屈了 你明明就不是 嗯... 就是我覺得說其實我們 每一個人在努力的過程 不管是... 呃... 從小到大 其實你每一次的考試 每一次的念書 我真的都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很心力 嗯... 我們也是犧牲了蠻多的就是 也在玩的時間 讀業念書 你靠自己努力了就對了 對 所以其實在記者會上 我承認我那時候是 有一點點消掉而已 就是委屈與憤怒啦 所以其實在看到說就是 記者一直不停的想要繼續 把我跟林之間去連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直要想要回應說 我不是林之間 我不遺憾 所以當你今天看到這些人的時候 你絕對不敢去支撐學吧 但是問題是 我也沒有辦法控制媒體 在我身上加諸的這些封號啊 他們想要叫我學吧 我也沒有辦法 對 其實連我說 昨天在評論的時候 因為在我的世界裡面 或我的眼光裡面 我覺得方法是舒服的好 我也用這個學霸可以用成 所以狂岸 就說 沒有 對對對 我覺得 當然現在也有 引發其他的議題 就是說 你剛剛不是學霸 真正學霸 天才 比你優秀的還多 你自然自稱學霸 對 剛剛回應這個 回應這個部分 那所以 洪安 但是如果 你一路靠著自己 苦毒 放棄很多